合入新一年 在蘭桂峰這裡 歡樂時光去到晚飯時亂後 都還未實施人潮管制 我們再看看維港那邊 看到會展的外場有倒數的時鐘 現在還有40秒左右 待會維港的煙花會展 會有5艘等船和16艘浮船 組成前後排列的發射陣營 將會以春夏秋冬為主題 但現在又多了兩個畫面 包括寶蓮善子和銅鑼灣 儀和禮炮那裏 寶蓮善子剛剛聽到 他有一些鐘聲響起 待會有紙的名炮拍攝完蛋 3、5、4、3、2、1 5、4、3、2、1 維港現在隨即開始煙花會展 今年的煙花會展 整個闊度達到1300米 歷史會長達12分鐘 現在這個第一階段的煙花會展 是節慶冬日 就以冬天為主題 就是以紅色和綠色為主題 再配合音樂 就以新型新傳期為題 現在 今年的煙花會議 是由北京奧運 開幕閉幕式煙花項目主管 還有天火營運總監 是親自設計的 我們這邊去看的角度 就是看著港島那邊 這個視野是最正的 還有我們留意到 其實這些煙花船 是比較靠近維港那邊 所以如果我們站在維港那邊看的話 煙花就會有一種在頭頂上面爆開 比較震撼的感覺 當然 如果不想和太多人迫 也可以到山頂那邊 去搬上煙花會展 現在除了煙花之外 還有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它背景的奏鳴曲 就是由音樂製作人趙曾熙 全新創作和編排 融合了電子音樂 西方古典音樂 還有之後也可以留意一下 會有中國樂器等等的元素 好 現在進入了第二階段的煙花會展 就是以春天為主題 除了剛剛的紅綠色 代表著聖誕的紅綠色之外 是還有黃色等等 是展現出春天 暖牙花開 慢慢展現生機 春回大地的感覺 它春夏秋冬每個章節 大概是兩分鐘左右 先以冬天開始 再去到亂牙花開的春天 之後走入曼天金黃的深秋 最後再遇到冬季 迎接萬象更新 負責設計這個煙花會演的劉林就說 這個設計是展現了香港人積極樂觀 自強不惜的生活態度 其實是尖沙咀一帶 剛剛就已經逼滿了人 警方亦都是 提醒大家不要再去到 星光大道一帶 呼籲大家去附近 靠近哪些位置去看 現在就以西方古典音樂去配合 就是開始了盛夏的章節 可以看到在維港的上空 有多個沙灘球的圖案 是象徵著大海 Wood Lake和熱情 而音樂的配合 亦都是展現出生命力的 亦都是展現出生命力的 大型框年度數活動 起初就是以國金二期為重點地標 在它的外場發放煙火 曾經是屬於世界上 更加為罕見的摩天大樓式堅寶會營之一 去到2013年 就開始有海上的堅寶會營了 現在就開始進入秋日的章節 在畫面看到了 是有一些以橙色、白色、少許紅色為主題的煙花 曝天蓋地金色的煙火 就像秋天一片片的楓葉一樣 配合張禮的音樂 令人感覺很夢幻 說回今年的跨年度數煙花會營 是香港歷來最盛大、規模最大的一次 歷時是長達12分鐘 以往的煙花會營 都只是10分鐘左右 在過去幾年 分別是因為反修例事件 和疫情取消了煙花會營 現在就來到最尾的結尾階段了 就是以普舍生存期為題 只提到冬天再來當 又是新生命的循環 來到這個章節可以看到更多形態的煙花 是在維港上空站放 而且色彩亦更加繽紛 除了去維港上空的煙花 還有維港船的煙火 再配合廣告那邊的夜景 相信你也是為不少香港市民 還有旅客提供難忘的經驗 還有煙花也是有一些燈光的表演 好嗎 好嗎 每年的香港徐席倒数 都是香港纷纷冬日巡礼的超点节目之一 今年都不例外 而且规模也更加盛大 今次的烟花会演出动了5艘等船和16艘浮船 组成前后排列的发射阵营 由多个角度去发放烟火和烟花 看到层次非常分明高低有序 几乎填满整个维港的高空和海面 整个幅度达到1300米 今次的烟花会演是原单新年烟花会演 最长的一次是长得12分钟 而过往烟花会演的部分 都只是10分钟左右 现在在维港上空的烟花 看到有深型图案 是红色的心心 可以留意一下心心都是一对对 成双成对 要象征着幸福尼门 明天阿满 Sunday for your home Let me be he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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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